欢迎光临来到维纳奥地利首都 我们现在开始参观这一边的名顺地 开始在这边 圣史蒂芬大教堂是一个宏伟的建筑 他坐落在维纳的正中心 史特凡大教堂是十二世纪建筑 他137米高 进去参观参观 大教堂可以免费进入 它的内部也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我们来参观一些文化名胜 你们可以想象到MQ Museums Quartier是什么意思吗 Museums Quartier的意思就是 为那最大的艺术和博物馆区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古代跟现代的博物馆 这一边我们进去见 利奥伯特博物馆是一个巨大的艺术画廊 他收藏了众多世界级大师的著名画作 比如说最后的晚餐的作者徐勒 和文的作者克莱姆特 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Damer咖啡厅 他在这一边就喝一杯咖啡 藏了几个甜品 我们今天就进去看看世界文化一场的咖啡厅是什么样子 Damer Damer咖啡 在蛋糕的制作上有很长的历史 甚至西西公主最喜欢的甜点之一 在这一个咖啡厅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的厨师怎么样去准备 跟设计他们为那特别的糕点 如果你幸运的话 在房间的背后 你可以看到奥地利著名的苹果派的制作过程 哦 这个Macaron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这么吃呢 也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就这么咬下去咯 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莫子的故居 来 给我一起去看看 我们在这儿来到的就是第一层楼 摩托特住的地方 美金宫艺术博物馆是另一个白天最佳的游览去处 到了楼梯口向右拐 就进入到了贝尔维迪山宫最美丽的房间 大理事厅 这个艺术博物馆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著名的画作 文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威娜首都音乐团 他们一起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演出 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 可以过来听威娜少年合唱会的演唱会 威威娜男同合唱团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男同合唱团 也是聆听威威娜古典音乐的最佳去处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威威娜介绍 欢迎你们过来 欢迎你们过来 现在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